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各位好 今天来跟各位介绍这个 CompiUI混远video的这个玻璃插件 这个玻璃插件呢 弥补了我们CompiUI在做影片的时候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我们影片做出来呢 是没有声音的 是没有声音的 那这个插件就是可以帮我们的影片呢 加上声音 好我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声音也很好水流声 然后呢这个滴水声都有 非常的不错 好那这个呢 这里有原版的插件位置 可是呢我们不用去用原版 我们用这个量化过的插件 因为呢我觉得实际上 因为是音效 所以呢你用原版那么大的模型 还是量化过的模型 差别真的不大 那这个量化过的插件呢 它可以使用这个量化过的模型 可以压到8G 那更有声呢 你可以在4G就可以跑了 如果你的RAM记忆体够大的话 然后它的模型位置在哪里下载 这里有Hacking Base 然后你就进来 这里就可以下载 那这个插件怎么安装呢 我跟各位说一下 因为我已经事先装好了 首先呢我们一样 我们一样就是 在你的Comp UI目录呢 一样就是你按中端机开启 然后呢 一样你就是开启这个 这个虚拟机 就是你的虚拟环境就对 记住啊 你所有的插件 都是装在这种环境下面 这专门为你的Comp UI所建立的环境 然后一样啊 就是按照这张图的指令 CDCustomNode这样 CDCustomNode 然后GitClone这个 这一条指令 这个指令我都会给各位 那因为我已经装过了 所以我就不再装一次了 这样 GitClone 然后装好之后呢 一样啊 你就是在CD进来这个目录 然后再去安装 Fivey 然后呢 install它的Eli 这样 那各位还有 你在你的Model目录 你在你的Model目录 一定要建一个Forey的资料夹 一定要建一个Forey的资料夹 然后把模型呢都放在这里 模型就是在Hiking Page下载 就是下载最下面这两个跟上面自己选一个 那我建议不要抓Excel 我觉得这东西怪怪的 我们还是抓这个FP吧 这个就好 那你自己看你要用哪一个 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使用了 那工作流在哪里呢 你这个插件装好之后啊 就有个工作流了 那我们要改一些东西 来我给各位看 它工作流就是在这个Compify 混元的VideoForey这个插件里面 然后有Example Worker Block 点进来 你把它丢进来 那它这个工作流呢 其实呢 呃 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首先这个载入的这个路径 呃 我不喜欢用路径的方式 我喜欢可以用点的 所以这个我不会利用它 那我们要用什么呢 一样 我们也是Rode Video to Upload 这样 这样可以就是你直接按这里 这样就可以直接用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Image呢 拉到这里 这个Image也拉过了 好 现在两个Image都拉好了 然后这里是提示池 然后这个是24帧一秒 然后总共是10秒 那注意哦这是可以改的 下面呢你是不要改的 好那我们要改什么呢 主要就是看你这个影片 我这个影片呢是16帧一秒 总共是93帧 也就是5秒将近6秒 所以呢我如果改的话 贵是 然后这里也是改16帧一秒 这样 那提示池呢要怎么写呢 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那我觉得写的效果比较好 那要怎么写哦 我们呢就是丢到Google AI Studio 然后跟他说呢 帮我写提示池 然后他就会帮你写 看你要用这个自然语言描述呢 还是要用这个标签 都可以哦 这样 那这个 系统指令我会给各位 各位自己在用这样 好那 这个呢就是 这个呢就是我 刚刚这个影片的范例 这个就是我刚刚这个范例 我就是这样改的 然后呢这里呢 可以有这个预览声音 那各位记得啦 就是这里都要改 记得要去改你的模型 就是放在这个 Felon Felon的目录 放在你的这个 Model下面的 这个 Folid的资料夹 这个目录里面 那这个资料夹要自己去键 这要自己键 那我们现在这个影片做好了 这是16帧 然后6秒 那我们来做 另外一个 来试试看 好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呢是 24帧 1秒 总共145帧 这个我们用这个来做范例 然后这次呢 我把这个 block swap 关掉 如果你的显示卡够大 你可以关掉没有关系 那提示词 我们要写什么呢 一样 就是给 给他 好我现在跟他说呢 我要这段影片呢 交入这个 背景声 海浪声 热闹声跟DJ派对音乐 好我们现在 给Google帮我们写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 来 来把它 试试看 刚刚呢是用标签 那我们这是用自然语言描述 来我们把它写进去看看 好注意喔现在是24帧 所以我们改回去24帧 然后呢 它这里呢 总共是145帧 那也就是说6秒 多一点点 那以防万一呢 我们就写个 7秒 这样 好我们来执行看看 好已经好了 我们来看看效果 好可以看到也是很不错的 那基本上呢这个就是这样使用 你要用自然语言描述也可以 你要用标签描述也可以 好我们来跑一次标签给各位看看 好我们来看这个 标签的结果 好可以看到效果很不错 那大家记得 你影片是几帧呢 你这个都要改 不要忘记改 我刚刚那个自然语言描述都忘记改 好那就是这样 那这个呢 这个节点就是 就是这个VRAM如果 8G以下的朋友呢 可以开了 那8G以上就不用开了 好 那这个呢 这个加速的节点呢 Torch这一个呢 如果你的看VY黄金呢 Torch或者是QDA没有安装好 加速会报错 要报错那你就不要开 就是没有加速而已 不要开就没有加速而已 那 有开就是有加速会快一点 那像我这个7.5秒 然后没有开这个block swap 我们看多久 7.5秒跑了361秒 也就是说呢6分钟左右 可以说也是 不慢 也不慢 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